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还打破了游泥榜四项新记录 这已经是他连续四周打破游泥榜记录了 《牢魔周深》本周的夺冠曲《睡个好觉》 是他在游泥榜的第16首冠军歌曲 也是他第17次夺冠 该歌曲以98分的新歌综合得分 成为他第39首高分歌曲 《朋克曲风》搭配周深温暖的嗓音 带来满满的治愈和轻松的心情 除此之外 周深还保持着游泥榜的多项记录 包括游泥榜冠军单曲最多歌手 游泥榜夺冠次数最多歌手 五大维度单项Top1次数最多歌手 游泥榜推荐度Top1次数最多歌手 另外周深也是2022年至今 拥有冠军歌曲与夺冠次数最多的歌手 以拥有16首冠军单曲的成绩 成为游泥冠军单曲最多歌手 2022年才过去三个月 周深已经拥有了如此多傲人的成绩 期待今年他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作品 周深 纳英一票斩断周深冠军录 转而靠女装成功大获 郝胜英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就是纳英一票将周深淘汰 在全场观众大喊周深为其打call的情况下 纳英却将手里的关键票投给另外一位选手 就在网友纷纷猜测这个选择背后的原因时 纳英直言 身材娇小的周深看起来没有冠军像 宣布结果的那一刻周深不停啜起 他被好声音导演邀请三次才登台 不仅没能停到决赛 还因为嗓音太过独特遭到一些网友的辱骂 这一连串经历让周深彻底沉淀了下来 林台英宗却想借着这个热点 邀请他穿女装上节目 就是这一操作不小心捧红了 没再好声音夺冠的周深 节目录制当天 周深身穿拖地长裙 脚踩9厘米高温鞋站上舞台 一首升旗白马 唱得乌起弦直呼 小鹿乱撞 节目播出之后 周深凭优异的唱功 名气飙升 大众好感度奏征 全网都在夸他 有个好似被天使吻过的嗓音 2019年 好声音巅峰夜上 周深作为惊喜嘉宾 用一首我爱你中国 实力吊打四强选手 由于表演过于出色 在线数亿名听众 还误以为周深才是本届好声音的冠军 而他也用自己尽力证明 顶级歌手可以和冠军毫不相干 出道近十年 尝遍百苦的周深 只会给听众带来惊喜 也不会因为名气变大而耍大牌 每次录制节目期间 被旁人点名 无论是批评还是称赞 他都虚心听讲 最后再向对方90度鞠躬 表示敬意 表演前夕 突然被告知舞台音响有问题 旁人可能在后台等工作人员 将设备调好 而他却主动登台和观众互动 因为周深一直不把自己当明星 自然也就摆不了架子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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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